卓军月中了药,哪怕泡在冷水中,身体也仍是火烫的,此时那少年的手指搭在她的手腕上时,她只感觉一股冰凉从她手指中传入,让她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,身体传来一阵舒爽。 可就在下一刻,那手指已经从她手腕移开,她抬眸看去,正好对上那少年戏谑的眼神,心不由一跳,仿佛被看透,让她有种羞愧的感觉,不由自主脸下了眼眸。 怎么样,能解剖? 混园子见到少年半晌也没说话,便开口问,也许是看着少年原本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,所以心里面多抱了一次希望。 你有值钱的东西吗?凤九回头看下混园子。 啊? 混园子愣了一下,竟然点了点头。 有啊,老头怎么可能没值钱的东西呢,想要什么珍宝都有。 这么说,你是能解? 能啊,不过要酬老。 嘿,这也没问题,就算是你看不上老头的收藏,这小子身家也不肥,他也准能拿出一两样来给你。 那你赶紧的,这要怎么解,尽快些,别让他敢受着罪。 好吧,无关的人退出去。 凤九目光扫向那一旁的那些人。 各位,你们先出去。 混园前辈,这少年人怕还没有那个能力能解这药性。 依我看,还是赶紧去药师工会走一趟的好,免得耽误了最好的时机。 行了行了行了,我心里有数,你们先出去先出去。 混园子将人赶了出去,把房门锁上,这才往里面走。 把上衣脱了吧。 凤九取出银针,拉过一旁的桌子摆放着。 卓君悦听了,只是顿了一下,便将上衣给脱了。 都是难的,都不必顾忌着什么。 凤九拿着银针,便刺了下去。 看似随意地落针,却让一旁的混园子心下微提。 只因那每一针所落下的位置,若是有所偏差,那可就真的是要人命的。 老头儿,让人拿些冰块去了,往水里叫。 凤九头也没抬得交代着,手也没闲着。 不一会儿,那背后便扎了十几道银针。 混园子见背一个小破孩叫老头时,没有些恼怒。 不过,也是为了卓君悦着想,只是生气了口气,便转身走了出来。 来到外面吩咐着小二。 当冰块倒入水中时,背后一根银针也扎落。 也不知是刺激到穴位,还是因冰水的原因。 只听那卓君悦声声地倒出了一口气,整个人也昏迷了过去。